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书记十七章一到五节 然后呢 我们再看是第八节跟第十节 明书记十七章一到五节这么说 叶尔华对某些说 你小一些的人从他们手下起葬 每附加一根 从他们所有的首领 按他们的附加共取十二根 你要将格仁的名字写在格仁的帐上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帐上 因为在格附加为首的必有一根帐 你要将这些帐存在会目内发会前 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 他的帐会开花 这样我必使一些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 仔细 不再达到我耳中 第八节 第二天摩西进坐镇的帐篷去 随之立位 祖亚伦的帐已经发了牙 生了花炮 开了花 结了苏信 要我要对摩西说 把亚伦的帐 还放在发挥前 给这些反叛的人留作记号 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怨言 仔细 免得他们死亡 千秋姐们我们对头祷告 主们因你把我们这个时间交到给你 求主你致持恩 让我们大家听到你的话的时候 圣灵开门心窍 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所以这些话是在城门路上的光 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照着你的话来行走 活在你职业当中堂你的喜悦 感谢主听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听众姐们 今天的读经运动反息经文 给人一个印象 是上帝要坚定亚伦的领导 和发话 所以在第三节上半节这么说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帐上 在第五节又说 我所减选的那人 他的帐必发芽 在第八节下半节就说 随即立位 主亚伦的帐已经发芽 生了花炮 开了花 结了属性 亚伦的帐不仅发芽 而且开花结果 这就是上帝说的 你不要再搞有我的贤民了 为什么呢 如果他们对某些这样好的领导 还感到不满意和反抗 自不可以肯定 他们也会寻找千个理由 把亚伦都散去 是吗 我们必须承认 世界上没有完全的人 常常一件小事 可以回调大事 也就是说 小错误可以 可能会被夸大 更可能在一个阶段 或经过的一段时间以后 一个人的领导能力 不再像开始那样的付出 亲爱专家们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就是灵袖 不要忘记成为 领导者必是有明锐的心 知道他的追随者 能够跟随他的步骤 领导者不注意他的步伐 会使他的追随者落后 因为他们无法跟上领导者的步伐 领导者不能离开他们的追随者 亚伦这件事 上帝不需要向以色列人解释 为什么检险亚伦 亚伦是上帝所检险的 这样就够了 弟兄姐们 我们也是一样 知道神简险了我们 他要使用我们 我们就应该要尽心尽意的 全心全意的事奉他 就够了 但是上帝知道 他正在面对一个 愚昧和映着景象的百姓 就像出埃及之三二章第九节这么说 亚伦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真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神明地之九章十三节也有同样的说法 自私的抱怨是一种非常扰乱的罪恶 不仅对上帝 而且对他的显明 上帝想要结束这种纠缠 以便他的显明可以将他们的经历抓捏到其他的事情上 所以在第五节下半节就这么说 我必使一些人 向他们所发的怨言几息 不再达到我的耳中 亚伦的战 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 这样他们向我发的怨言几息 免得他们灭亡 很难想象的是 至此上帝已经警告了 一些人还是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们是多么的无知 他们是多么的映昧 不仅因由着摩西和亚伦 也伤害了他们自己 甚至使他们成为危险 这事我总是尽力对上帝的警告 保持明锐 不要让一些人 愚昧发生在你的生活中好吗 阿们 也请我们都要尽心尽意地爱神 尽心尽意地服侍祂 通过我们的服侍 使到我们的教会 使到更多人因着我们而得福 阿们 阿们 为地道祷告 父神感谢赞美里 今天早上 主你的话也传出来 一传出就成为一把利剑 能够解剖我们的心肠 主人感谢你 主人更求主你自赐恩带领 让每个人都知道神已经捡献了我们 你要使用我们成为众人的灵袖 我们求主你自赐恩 让我们都能够出去传福音 灵人能归于主 让我们都能够出去 为你传福音 过着圣洁的生活 使你的名得到大的荣耀 更求主你使我们成为一个 器皿 扩展天国国度 感谢主天文祷告 我们祝祈求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